第十六届亚洲杯足球赛正在那里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在昨天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 中国队虽然惜败于对手 但是这次亚洲杯的表现还是给海内外的观众朋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中国足球队在澳大利亚比赛 这可让当地的华人球迷是高兴坏了 尤其是一支叫做红蓝联队的华人足球队 更是围着国族们忙前忙后 你想就是他们 他们是悉尼市的华人业余足球队 球队的六十多名队员来自各行各业 这其中有二十多岁的中国留学生 也有五十多岁的东南亚老花桥 你看画面当中的这位队员 名字叫做张成 他是球队里最年轻的 前几天 中国队抵达布里斯班的时候 球队就派他做代表 参加了使馆举行的欢迎晚宴 于是张成成了晚宴上最忙碌的一个 他不仅和中国队所有球员和教练都合了影 还拿到了所有人的签名足球 为了表达对中国队的支持 本届亚洲杯上所有的中国队参加的比赛 但红蓝连队都会有队员到场出位 加油 加油 一场场比赛检验不出中国队的水平 但是目前中国队的事情比较旺盛 所以我目测应该会小胜 可能1比0或者2比1 正常比分应该2比0 但是我们有这么多热心的球迷来支持 今天应该3比0 至少3比0 对中国队特别有信心 5比0 因为足球队今天很牛 中国必胜 说起最支华人球队成立于1997年 算得上是悉尼成立时间最长的一支华人业余球队了 虽说已经限队18年 但直到本届亚洲杯开幕的那一天 队员们才将自己的球队正式命名为红蓝连队 为什么呢 他们是这么说的 红代表中国 而蓝代表澳大利亚 中国足球队在本届亚洲杯上的优异表现 不仅让中国的球迷是大呼过瘾 而且也让澳大利亚当地的华侨华人非常的兴奋 红蓝连队的球员们都说 国足的进步 让他们在异国他乡 感觉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